女孩已经有了心上人 却依然被母亲逼着 去给70岁老王爷当事情 为了落选 她偷偷将白粉涂在脸颊上 却不想竟被姚夫人撞见 脸上丑陋的红衣 瞬间吓了姚夫人一跳 然而就在清莲 欢喜地离开王府时 姚夫人却突然叫住她 气端向着清莲的脸颊 随后用手帕擦拭她的脸颊 发现并不是人为涂上去的 这才失落地放她离开 此时计谋得逞 沾沾自喜的清莲 也全然没有注意到 自己早已引起了 仙王妃婢女的注意 只因清莲竟和仙王妃 长得一模一样 默默立刻面见姚夫人 表示当刚被她赶走的女孩 就是她一心寻找的人 仙王妃一模一样 这时丫鬟提醒姚夫人 即使她长得在想 但脸上有那么丑陋的态忌 也很难拨得王爷的喜欢 姚夫人恍然大悟 立刻派人追赶 然而此时清莲已经离开 但她却不小心遗落了 带有一管名字的药带 落选的清莲立刻找到心上人 两人都瞬间乐开了花 多亏身为名医的吕北义 给了她这个变丑的药方 才让她顺利通关 吕北义更是当即官宣 自己不日就要娶清莲为妻 而这一名 也全部被姚夫人看到 果然没事的意思 结果就在两人成婚当天 大批官兵立刻围了过来 当众就搜查起嫁妆箱 这时 阴谋得逞的姚夫人 得意地走下胶子 两人四目相对时 清莲瞬间明白了一切 而姚夫人对清莲是势在闭口 不仅给清莲父亲 扣上贪污的罪女 更在不久前 你给清莲弟弟安排差事为由 哄骗清莲母亲签下了一番 你叛过逆贼来往的书信 姚夫人与父母的幸运为妖心 清莲也只能取消婚约 更凭姚夫人拿捏百费 只要能放过自己的家人 姚夫人自然欣然同意 清莲也只能与秦王韩内告语 众人离开后 王府三公子贺连幸才敢出面 看着一秋之河的夫妻脸 清莲自然不会给她什么好脸子看 初次见面就火药为师祖 第二天 可怜性带清莲去见警方姚姚 清莲这才明白 姚夫人之所以费尽心机 也要得到她 都是因为自己 长得与仙王妃太相似 就连警方姚姚都会 一时间产生错觉 仙王妃是王爷毕生所爱 却因难产去世 王爷至今忘不了她 以至于她生下的孩子 不仅当即被立为世子 即使生性娇蛮放纵 王爷却依然寄予厚望 这都是因为王爷 面着对仙王妃的旧情 如果现在出现女人 可以取代仙王妃的女人 那么世子之位 也必将会一主 清莲直言戳破贺连幸的小心思 但她却并没有事 为了让清莲能够 一举夺得王爷的心 她不能只是长得像 严行举止也要像 于是贺连幸特意请来 警方默默悉心调教她 经过多日的苦苦练习 清莲的行为举止 和仙王妃已经极为相似 终于到了大选之日 为了家人的平安 清莲只能甘愿 牺牲自己的人生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微风吹过 树叶全部落入水盆中 只有清莲的水盆是干净的 于是她变好心的 让其他玄女一起用 然而当他们使用后 竟全部被毁了容 清莲也成为了最大嫌疑员 而幕后真正的凶手 竟是一心夺位的四夫人 为了让三公子计划落空 才想用药水毁清莲的脸 却不想造化弄人 竟误毁了其他玄女的脸 但这也让清莲背了锅 随后清莲就被带到王爷面前 而他酷似仙王妃的样貌 也果然让王爷一见清新 更误以为她是王妃转世 可这时公共等到 三位被毁容的玄女父亲 正在殿外求见 求王爷 此凶手 必死 此时的大殿上 已经来了许多官员 清莲表示自己并没有害人 但心疼爱女的大臣 却咬定清莲就是凶手 并请求王爷处 即使事情有蹊跷 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清莲就是下毒的凶手 但大臣们依然坚持 立刻处死清莲 随后更是以此相逼 可就在这时 清莲的心上人吕北义 竟突然从后殿冲出 拉着清莲就要逃走 但最后还是被双双擒纳 为了不连累北义 走投无路的清莲 只能立刻认罪 说是自己投的毒 和他没有丝毫关系 没有大臣施压 后有清莲当众认罪 王爷即使再舍不得 也只能下令处置他 可就在这时 王爷取卖 是警方默默闻讯赶来 在教导清莲的日子中 他深知清莲生性善良 更早已将他荡成 先夫人一样的爱护 他相信清莲 绝不会是下毒之人 既然今天仲大臣 非要讨回的公道 他甘愿替清莲赎罪 随后便一头撞死在众人面前 这样一来 仲大臣也无话可说 虽然清莲暂时可免死罪 但贸然闯电的本意 则被没收家产 贬为贱民 今生今世只能为人奴仆 清莲也被剥夺旋女身份 赐给五公子贺连左为奴婢 整日干着洒扫烧柴的粗活 得知相公带回的烫手商业 五夫人瞬间就怒了 然而就在不久后 三公子以封马不授训为由 将上好的宝马送给了五公子 身为马吃的老五一看 瞬间喜笑颜开 当即留三公子用晚膳 期间三公子大夸这趟做得好 没有心眼的老五一听 立刻将厨子送给了三公 但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贺连信真正想要的 竟是他最头疼的清莲 这个跟厨子没关系 是火候 因在送马时 贺连信亲眼看见清莲 拿着柴火进了厨房 便知道他负责烧火 因此才兜了个大圈子 而五夫人正愁着 没理由将清莲打了出去 直接送人可不满在 当即就给相公施眼色 将清莲送了出去 烧火的丫头 跟我走吧 清莲本就是被迫沦为 贺连信讨好王爷的妻子 如今虽然沦为奴仆 倒也落得自在 根本就不想跟他走 然而清莲万万没想到 就在第二天 贺连信就请求王爷 将他赐给自己做钱 而王爷念在清莲 与先王妃如此相想 也不忍看他一直做奴婢 因此同意了贺连信的请求 然而当他进门第一天 就遭到全府上下 所有一太太的针对 定好嫡妇嫁到 采免了清莲责罚 嫡妇人知道 清莲是被迫嫁入王府 心中早已有了心上人 于是便安抚他 既来之则安之 否则只会害了在乎的人 此时的清莲 还并不知道嫡妇人的意思 但很快他就明白了 为了让清莲乖乖听话 帮自己在父王面前邀请 贺连信竟直接雇佣 被贬为贱民的吕北义 给自己当马夫 为了摆脱贱民身份 吕北义只能沦为 贺连信牵制清莲的棋子 哪怕看到清莲被羞辱 也只能继续减马 七尺男儿早已没了傲务 为了保住心上人的命 清莲只能乖乖听话 并要求给吕北义 在五八同城上找一份工作 被胁迫的清莲也就此成为了 贺连信表面最宠爱的敌情 而这也让善妒的姚夫人 将她视为眼中钉 就在大婚第二天 当清莲去给嫡妇人请安的路上 阁楼突然落下一个花盆 要不是丫鬟推开来 清莲怕是要一命误呼 当他们抬头望去 却只看见一只猫 哪来的破猫 伤刀小姐 我找你算账 看到心腹丫鬟动力出现在这 清莲开心不已 没想到竟是贺连信 特意将她借来给清莲作伴 看着地上砸碎的花盆 清莲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 恐怕少不了明争暗斗 果然她第一次来请安 姚夫人就白起伐飞地 仗着公子宠爱姗姗来迟 可清莲却不是个怕事的 见姚夫人带着和自己 一模一样的牡丹花配饰 便瞬间心生一计 辟谢知错了 牡丹 来花中之王 只有狄夫人能带 如此一来 姚夫人也只能默默 将自己头上的拆还取下 吃了清莲一个下满威 就在这时 嫡长子哭着跑过来 说她的猫咪熔球死了 姚夫人立刻栽赃家伙 说是熔球碰到花盆 差点砸到了清莲 这才引来杀身之祸 姚夫人阴谋得逞 正想看清莲笑话时 却不想对冤枉的清莲 竟直接承认是自己 不小心误杀了熔球 嫡长子听闻大哭大骂 但嫡夫人却因她的坦率 并没有责罚她 反而夸赞她的真诚 气得姚夫人也是直翻白眼 晚上 痛失爱猫的嫡长子 找到清莲 非要拉她去找父亲做主 然而清莲今晚已经 和冬离相约一起逃跑 于是只好暗示嫡长子 杀荣球的另有其人 此时姚夫人也得知 清莲要逃跑的消息 就在她要带人去赌清莲时 嫡长子突然跑了进来 迎急之下 她一把推开嫡长子 却不想直接要了她的命 不择路的她 准备立刻向公子自首 但并没有却给她支招 让她嫁祸给清莲 岂不是一箭双雕 于是姚夫人立刻派人 将嫡长子的尸体 偷偷抬到清莲房中 但这一幕 却刚好被容夫人看个正着 也正如姚夫人所料 看到儿子尸体的 嫡夫人悲痛欲绝 认定是清莲杀了孩子 为了做事清莲就是凶手 姚夫人立刻叫来人证 表示都看见嫡长子 一小时前进入了清莲的房间 这时姚夫人的丫鬟 也开始污蔑指证 说看到嫡长子进屋后不久 清莲和东黎就带着行李逃走了 明显就是被他灭了口 此时人证悟证据在 清莲白口莫变 悲痛欲绝的贺连性 也认定是孩子挡了他的出逃之路 才会被残忍杀害 随后就命人将清莲和吕北义 一通沉入池塘处死 最是下人提醒贺连性 让他想想王爷的主 恼羞成怒的他 立刻命人绑了清莲的心上人 逼迫喊怨的他尽快找出真凶 指尖紧迫 清莲首先便要从 悬浮上下的婢女下人查起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清莲只是问了名字 就让最有嫌疑的拉尔推下 丫鬟也是一头雾水 随着查问的不断深入 最后就仅剩下 姚夫人的陪嫁丫鬟如画 别人都只问了一句 但清莲却将如画 留下整整两个时辰 见如画迟迟未归 姚夫人很是不安 生怕他会说出什么 一晃三个时辰过去 此时的如画已经打起瞌睡 清莲找准时机 直接开始诈他说实话 姚夫人突然赶到 打断了如画的话 并谎称出事那天 如画身体不适 根本就不在岛位 问他又有什么用 随后更说如画手脚不老实 偷取了自己的眷话 这才急着抓他回去审问 见姚夫人有备而来 清莲也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把人带走 就在清莲研究着 该怎样寻找证据时 正好撞见容夫人 带着行李要出院了 见清莲站在门口 便慌张地退回了屋子 这也成功引起清莲的怀疑 可无论他如何询问 向来与世无争的容夫人 但为了不惹不上身 他也只能选择闭口不打 整整两天过去了 于北一被关在笼中断梁断水 已经被折磨得神志不清 清莲很是心疼 务必要尽快救出凶手 但清莲知道容夫人 为人敦厚善良 因此并不想逼他 更不想害他因此事 遭到姚夫人的报复 但这样一来 调查就陷入了僵局 容姑娘不开口 死人又不能说话 这还怎么查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今天就是嫡长子出病的日子 于是清莲变命人 当众上演了一场 乍世还魂的戏码 果然将心虚的姚夫人 瞬间吓得面色惨白 虽然藏在关底的丫鬟 最后被吓人发现 但姚夫人刚刚的表现 已经让狄夫人相信 害死孩子的另有其人 而清莲的聪慧机制 也再次给他引来杀身之火 原来怂恿姚夫人 嫁祸清莲的丫鬟男儿 竟是世子安插在 贺连性身边的眼线 为了除掉清莲 让王爷降罪于贺连性 世子直接派人胁迫佩尔 偷偷给清莲的茶里下毒 经过刚刚的试探 狄夫人也终于相信 清莲不是凶手 并决定助他查找真凶 给儿子讨回公道 此时口渴的清莲 一口将茶水喝下 根本不知茶中有剧毒 取得狄夫人的信任后 清莲再次叫来荣夫人 想让她说出实情 狄夫人定能护她周全 清莲的苦苦哀求下 荣夫人终于开口 承认自己确实看到 有人将狄长子的尸体 偷偷放入清莲房中 但心中仍有顾虑的她 却始终没有说出 拿着麻袋的人是谁 就在洗脱罪名的清莲 刚要向荣夫人道谢 她体内的剧毒就突然发作 随后便晕死了过去 如今清莲身中剧毒性命垂危 为了防止姚夫人再次加害 狄夫人也只能暂时 将她困在自己屋里 直至荣夫人找来解药 将清莲拉回鬼门关 这才肯放她回屋 但此时的姚夫人 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她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下的毒 而毒害失败的兰儿 此时早已收拾东西跑路 为了带走点值钱的东西 她偷偷潜入公子书房 结果却意外触发机关 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身为世子安插在 贺怜性身边的眼线 这无疑是她的保命符 不想两人的对话 竟被姚夫人的丫鬟如话听到 姚夫人得志后 勃然大事已至此 再怎么打骂都没用了 姚夫人只想知道 她交给世子的到底是什么 是否关乎于公子 与此同时 有了荣夫人的证词 只需严加拷问兰儿 就能指认姚夫人 就是杀害敌长子的凶手 可当他们带人赶到时 兰儿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今死无对证 清莲也无可奈何 为了不让吕北义被饿死 清莲也顾不了那么多 她冒险引开守卫 让东黎带着吕北义逃了出去 贺怜性本就是清莲 为杀死儿子的仇人 这下更加触怒了她 直接就要砍死清莲 危急时刻 王爷突然传令下来 明日是先王妃继承 王爷令世子和贺怜性 携清莲前往祭拜以表孝心 这才保住清莲的性命 但贺怜性依旧对她恨之入 怒吼着一定会找到证据 将她绳之以法 然而此时的贺怜性 也绝对没有想到 世子竟准备在红琴的路上 亲手将她给除掉 只因来而为保命 竟向世子揭发 贺怜性多年来收集了大量 世子贪污受贿的罪点 只为有朝一日 给世子致命一击 世子瞬间震怒 世子决定先下守围墙 再去祭拜先王妃的路上 彻底除掉贺怜性 因此就在车马走到峡谷时 世子立刻命人引爆 埋在峭壁上的炸弹 一时间乱世红飞 贺怜性也摔下马背 腿更被巨石死死压着 她忍着巨头 用木棍将石头撬起 这才拖出受伤的腿 风平浪静后 现场死伤无数 但贺怜性和清莲 却不见了踪影 此时姚夫人早已坐立不安 因为她早已通过拉德之 世子已经知道相公贺怜性 在暗中收集她的悲恋 可如果她通报公子 却又担心萤火烧身 暴露自己是杀害 拿和嫡长子的凶手 因此也只能干着急 很快世子就带人 将贺怜性的府邸围住 谎称老三为了谋权刺杀自己 说着就要将女眷们全部带走 就在这时 贺家七公子及时赶到 世子忌惮他手握兵权 撂下狠话就带兵离开了 而老七与嫡夫人的暧昧对事 也预示着两人不一般的关系 为了抓住贺怜性和清莲 世子命人张贴画像全程搜捕 殊不知 两人早已躲进山洞疗伤 可由于贺怜性伤势过重 清莲也只能谎称 自己得了麻风病 冒险去请大夫 虽然他们侥幸躲过官兵的盘查 但后知后觉的官兵 还是很快就追了过来 身受重伤的贺怜性 只能引死伤 就在他即将招架不住时 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贺怜性决定还他自由 将他带到吕家村 与新上人吕北义团聚 可就在这时 丫鬟东力哭着跑来 说吕北义家出事了 为了救清莲 吕家全部被贬为贱民 因此当吕北义赶回家时 发现全家都已经上吊自己 对此清莲自责不已 跪在吕家坟前久久不起 他知道吕北义 一定也恨透了自己 而清莲唯一能做的 就是帮他解除贱疾 若成功 必会赦免他的贱疾 可还未等清莲回答 一只冷剑便射了过来 幸好清莲及时推开贺连信 这才再次救了他一面 是世子派出刺客 想要将贺连信斩草铺根 身受重伤的贺连信 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不敢得罪世子的小舅子 却在此时按兵不动 任凭贺连信被绞杀 危急时刻 老七代人赶过来 这才护得贺连信周全 可还未等他们审问 刺客便全部咬毒自己 此时的清莲 也已经做了决定 他会留在贺连信身边 亲手助他登上王位 而他唯一的条件 就是事成之后 帮吕北义除掉剑剑 两人以书为师达成活作 而这方法院早已 被暗处的吕北义听到 只要他现在走出去 就能和清莲永远相似 但由于失心之痛无法平均 他还是眼睁睁看着 清莲跟随贺连信离开 而这也将会是他 此生最后悔的决定 为了帮贺连信赶脱 刺杀世子的罪名 清莲顶着和先王妃一模一样的人 亲自面见了王爷 将一路发生的事 全部讲述了一点 更提及在逃难途中 贺连信爱民如此的善举 王爷派人调查 发现清莲说的句句属实 因此不仅没有降罪贺连信 反而封他为昭德将军 并赐护驾有功的清莲 可终生免死的御敌 世子则因冤枉三公子行刺 被王爷禁逐世子府四国 两人正面交锋 贺连信可谓是大获全胜 下朝后 贺连信问清莲为何瞒下 世子要刺杀他的事 我说什么都忘记了 不也是同样的想法 又何必再来问碧妾 如此聪慧机智的清莲 也让贺连信对他刮目相看 随后清莲告诉他 杀害敌长子的凶手是姚夫人 得知一切后 贺连信立刻回了府 但姚夫人却因身体不适 并没有出来迎接 只有嫡夫人携女眷们 恭迎公子平安归来 而嫡夫人自治地理 在护驾时按兵不动 一定得罪了贺连信 于是他揽下所有罪责 主动向贺连信请罪 虽然贺连信很生气 但并没有责备狄夫人 因为他想要顺利登上王位 还需要方家的扶持 但为了给狄夫人一点脸色 贺连信竟当众大秀恩爱 不给狄夫人留一点颜面 脸色难堪的狄夫人 也只能笑脸相陪 而让众人更震惊的是 姚夫人称病不出 竟是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这个孩子犹如及时余的命 算是保住了姚夫人的命 看着贺连信欢喜的模样 狄夫人和清莲都清楚 嫡长子只能枉死 而打了翻身仗的清莲 也搬到了最大最雅致的小院 就连下人都听了不少 立下三条规矩 第一要管好自己的组 紧急他只是一个闭情 称呼上不可坏的规矩 第二要管住自己的耳朵 无论听到什么闲言碎语 都不可与人争辩吵闹 第三就是不可自清自荐 在他这里没有嘱咐之分 庭心办事绝无责怪 远不勉强 然而他进了公子府 要想与世无争也不得不 不知大获将至的清莲 此时还在和贺连信玩笑打了 更因他酷似仙王妃的长相 让贺连信将他带在身边 趁机试探父王心意 想要推掉要摘的苦差 然而当王爷提及此事时 聪慧的清莲 尽一口帮他答应 当官员要摘这种事 办不好就会将朝臣得罪个贬 王爷是公子的父亲 自然不会让他落得如此境地 因此他觉得公子能办好 清莲的试探下 王爷也给出了暗示 表面上是鼓励小孙子 去和大孩子抢求 实际却是在告诉贺连信 有些事情看似很艰难 但实际最重要的是历练 贺连信立刻心领神会 和了清莲的用心辅佐 贺连信果然越来越讨王爷的欢心 而清莲也一直坚信 无论他是否得罪官员 贺连信都不会成为孤君 因为公子心中装着百姓 就永远做不成孤君 也是在这一刻 那个向来无理的臭丫头 却在贺连信眼中 变得格外不同了 然而当清莲刚回府 便被姚夫人的随从 直接请到了她屋里 只见姚夫人面色惨白 怀中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如果姚夫人灵产 必将轰动全府 如今如此悄无声息 也让清莲感到很诧异 然而当清莲走近一瞧 却瞬间被吓得头皮发麻 久久说不出话来 让姚夫人拿出 使她滑倒的不摇时 清莲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不摇不见了 为了活命 清莲立刻向外奔逃 可能已经被封死 根本就出不去 在姚夫人要下手时 嫡夫人竟突然赶到 并已经得知了 姚夫人摔跤的事 可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 莫夫人的声音 而她是何姚夫人 同时被发现有了声音 谁能先为公子诞下灵爱 谁就更能为娘家带来尊容 因此早已成了死对头 巧合的是 姚夫人摔跤的事 正好就是她身边的丫鬟 看到后禀告给姚夫人的 而闭门不出的她 更是清楚地指出 害姚夫人摔跤的不摇 就正是清莲一落的 此时房内的两人 都瞬间察觉到不对劲 这是很有可能和她有关 于是就在下一秒 姚夫人就挺着大肚子走了出来 看到她的肚子安然无恙 莫夫人瞬间心虚地低下了头 我在自家门前摔了一跤 这莫妹妹消息倒是灵通的呀 经上位的恶毒醒气 明明已经淡下死胎 却隐瞒此事假装还在运中 只为扳倒狄夫人夺得管家之群 于是设下轨迹 先是命令贴身侍女 偷偷在自己的安胎药中下满 故意让狄夫人的侍女看经 也目睹此事的侍女 果然立刻向狄夫人禀报 而轨迹多端的姚夫人 也赌定狄夫人得知后 必然会立刻赶来 也果然不出她所要 狄夫人在思索片刻后 便立刻赶去阻拦 为了把事闹大 姚夫人以动了胎气为了 立刻叫来公子作证 并让被她收买的医官 将自己的情况描述得十分危急 就在安胎药刚端上来 狄夫人到 阴谋得逞的姚夫人 立刻开始准备喝药 为了救下公子的孩子 狄夫人顾不得礼 直接打翻了药 怀蕊 你这是做什么 姚夫人找准时机 才能保住腹中的孩子 但此药要性凶猛 姚夫人虚弱的身体 很有可能抵受不住 随即就将药丸吞了下去 为了博得公子的恋爱 姚夫人假装腹痛男人 随后便握倒在床 在她的苦肉计下 公子果然大怒 狄夫人立刻向公子解释 说是自己的贴身侍女 亲眼看到侍女无话 因嫉恨姚夫人打骂 偷偷向药中放入华胎药 为了验证谁在说话 公子立刻让医官 对打翻的药物检验 并不化胎之物 狄夫人瞬间傻眼了 这才意识到 自己尽重了轨迹 有了侍女的添油加醋 任凭狄夫人如何分辨 公子都免不了动物 虽然碍于方家的权势 并没有过分苛责狄夫人 却依然给了她教训 直接将管家之权 交给了姚夫人 切身领态 迎接着一出骨肉计 姚夫人顺利夺过长家之权 而她的恶毒也远不止于此 为了瞒住自己假孕的事 更为了巩固自己 在公子府的地位 她竟直接命运暗杀了 莫夫人的父亲 只因莫夫人已经怀孕九月 当她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 果然立刻动了胎气导致早产 这样姚夫人才有机会 买同来接生的吻伯 来一招黎猫患太子 将自己生下的死胎 和她生下的孩子交换 可就在她打点好一切后 和她向来无走动的叶夫人 竟突然登门拜访 她来做什么 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事 叶夫人竟早已知道 她生下死胎的事 并以此为妖心 想要获得姚夫人的避免 却不想姚夫人心狠手骂 不仅没有招揽她入院 反而命人将她除掉 被冠下独酒的叶夫人 拖着最后一口气找到狄夫人 不在叶夫人刚毙命 侍女就匆忙来报 姚夫人早产了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莫夫人受惊早产 姚夫人竟也同时早产 有了叶夫人的通风报信 狄夫人也敢断定 姚夫人此胎必有问题 随后便立刻带人赶到 姚夫人的院子 可就在嫡夫人刚要入内 侍女如画便再次上前阻拦 说什么都不让嫡夫人靠近 可她们越是阻拦 就越是证明 叶夫人所言非虚 姚夫人的孩子必有问题 姚夫人刚刚带下一位小公子 而莫夫人的孩子 出生便要折了 虽然嫡夫人很亲密 这都是姚夫人的轨迹 但沐以承舟她也无可耐用 更被隐瞒不报的清莲失望透顶 殊不知 清莲假意投靠姚夫人 竟是在下一盘大棋 势必要将她打入地狱 果然当姚夫人喜得铃儿后 不仅变得更加得意忘形 对清莲也彻底放下戒备 已然将她当成自己人 我身权那天 听说夫人跪下来 求她来过朗月朵 她都没答应 可向来城府极深的柔夫人 依然对清莲很是忌惮 并让她不要忘记 她们之间还有往昔 杀死敌长子的仇 不相依附的两姐妹发生争吵 而这也是清莲计划中的一部分 这下姚夫人身边 便在无人替她出谋划策 很快来到家宴这天 为了嘉奖赫连信差事办得好 王爷恩赏女眷一通用扇 并亲赐三把花扇 让她们个挑一把 为了名正言顺地取代狄夫人 姚夫人竟当着王爷的面 直接争夺起 代表正弃地位的母当花扇 姚夫人这么做 就是为了试探王爷的态度 如果王爷真将扇子送给她 以她刚刚诞下小公子的功劳 日后就有望夺得狄夫人之位 就连公子也会默许 王爷在思索片刻后 也许是为了不让狄夫人太难看 王爷并没有直接将此扇赐给姚夫人 而是命人再去做一把 一模一样的花扇赐给她 这也表明从今往后 她可以和狄夫人平起平坐 姚夫人激动不已 立刻磕头谢恩 但让她意外的是 王爷禁令她将这把花扇 亲自交到狄夫人手中 虽然她有些不情恋 但如今王爷态度允许 而她已经得偿锁恋 送一把扇子又有何不可 可此时洋洋得意的她 却全然不知 让她立刻处置了穆海瑶 虽然王爷态度骤变 让赫连信有些疑惑 但她也只能听听吩咐 立刻废除穆海瑶夫人之位 即日其贬为庶民 幽静在南郊别院 穆海瑶在公子府 纵横跋扈多年 却不想经营一把花扇 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也终算是罪有应得 大功告成的清莲 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家宴结束后 赫连信猜到此事 一定和清莲有关 清莲表示王爷想扶持公子 而赫连信也明白 清莲假意投靠穆海瑶 帮助她抬居穆天书 一方面可以帮她扶持党女 另一方面就是要借王爷之手 当众除掉姚夫人 但赫连信想不通的是 清莲为何如此鼓励 王爷会对穆海瑶下手 而王爷又为何能猜到 穆海瑶会抢夺那把女当花扇的 而清莲之所以会 猜到王爷的心思 都是因为警方默默 曾对她提起过 先王妃嫁给王爷后 和家人就越来越疏远 因此清莲早就知道 王爷最厌恶群盖关系 因此想要重用穆天书 就必会除掉穆海瑶 就在前不久 赫连信在护送观音回府路上 被人袭击 命悬一线之际 吕北义及时出手 这才让赫连信捡回了一条命 吕北义的及时出现 让赫连信很是疑惑 他表明想要投奔赫连信 此时赫连信手下禀报伤亡惨重 七成都是劫匪 赫连信不由感慨 本以为驱良富甲一方 没想到百姓 还是以身范险戒关系 白白丢了性命 吕北义一语道破 劫匪不仅仅只是劫匪 而是有人布置这一切 普通的村民 根本用不了这样的兵器 而吕北义之所以 想要出人头地 放弃多日的自暴自弃 皆因赫连雪的点醒 因吕北义的出现 让世子的计划功亏一篑 世子舅舅为了 能保住世子之位 主动找到赫连信 并吸出局势 四公子才是真正的敌人 赫连信为了驱良的百姓 不得已投奔世子 此时清连拉着世子 所连来的财物 找到赫连信 为表诚意赫连信 将财物通通送与世子 清连早已料到 这都是王爷的计划 世子的品行能力 早被王爷看穿 四公子日子壮大的实力 在夺绝中 四公子与世子 势必会分为两派 唯有三足鼎力才能平衡 经历了这场风雨 赫连信土路 想要做一个平民百姓 清连鼓励赫连信 全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带给百姓好的生活 两人的关系也更进了一步 刚好被走来的 吕北义撞到这一幕 昔日的情人见面 分外伤感 清连质问 为何要在贺连信手下做事 吕北义称自己 只为摆脱扁剑及身份 这让清连煽然泪下 回城后贺连信 被王爷夸奖 连带清连一起奖励 老五此时 带着人证揭发贺连信 逼死清官李大人 世子与穆海瑶的哥哥 为贺连信作证 这让老五吃了偏 心狠手辣穆海瑶 也这场清宫会上 被点为束缚人 事后清连向贺连信 说出自己对这件事的见解 贺连信质问清连 你懂了父亲的心 她的心吧 她已经喜欢上清连 想要与她成为一对平凡的夫妻 清连表示 只想让吕北义留在 贺连信身边 除掉吕北义的见解 两人因此是不欢而散 随着穆海瑶被处置 嫡夫人主动找到清连 与清连的关系也得到缓解 容夫人称大家一起平静过日子 隔天早上贺连信去找于北义 要测试她是否能担当幕僚 要求她配合自己 要给老五演一场戏 于北义如愿成为贺连信手下 姚夫人被贬到别院居住 临行前嫡夫人 给她一辆简陋的马车 姚夫人却大放厥词 姚夫人在走之前 还想抓着筹码 她以母亲的身份 希望贺连信往开一面 有机会就让她回来看看孩子 结果贺连信并没有让她如愿 反而把孩子交给了莫夫人 这也算是完毕归照母子重逢 然而姚夫人心机深沉 她让骆清莲送她最后一程 实际上姚夫人此举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挑拨骆清莲与贺连信的关系 另一个是离见贺连信和吕北义的信念 虽然骆清莲嘴上不相信 但心里还是怀疑贺连信的崛起 担心有朝一日会步姚夫人的后尘 紧接着姚夫人把骆清莲甩下马车 贺连信见状故度的自己受伤 也要救下骆清莲 她给骆清莲喂药 结果清莲嘴里喊着一哥哥 并且认为是吕北义救了自己 这让贺连信感到无奈又无语 贺连信的挑拨离间终究起到了作用 骆清莲让贺连信处置姚夫人 贺连信已从长记忆安抚清莲 这让骆清莲更加相信贺连信心里只有利益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真情 骆清莲想要离开 贺连信也没有耐心继续安护 而是直接下令让骆清莲办请 晚上狄夫人因为骆清莲办请一事伤感 她到小公子房间发呆 并且担心骆清莲会走到何种地步 隔天早上骆清莲办请出来 吕北义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下人把披风给骆清莲披上 这一刻她真正成为了贺连信的女人 骆清莲头也不转从吕北义身边走过 两个人再无任何可能 下一秒吕北义坚持贺连信 贺连信给她机会 只要敢出手赐下去 就让吕北义远走高飞 可她并没有勇气下手 而是躲在一边喝闷酒 与此同时狄夫人开始为自己打算 她害怕骆清莲会抢走她的位置 因此请贺连信恩准 让姚夫人在别院中的一切用度 伍服底相同 贺连信不理解狄夫人的做法 毕竟亲儿子就是栽造姚夫人的手里 狄夫人却说为了大局着想 不能得罪姚夫人和她背后的事 实际上狄夫人此举完全是为了自身 因为她已经感觉骆清莲威胁到了自己 只有抓住筹码才能更安全 另一边骆清莲磨了半个小时的簪子 要去找贺连信算账 结果被乙公子及时拦了下来 她告诉骆清莲身上的披风不易担 贺连信视如珍宝 从来不会让人看 能让骆清莲披上 足以说明她对贺连信的重要性 并且还讲了贺连信从小爹不疼娘不爱 无时无刻她都在戴着面具生活 这一刻骆清莲开始心疼贺连信 但姚夫人的话又让她产生怀疑 原来以为走了沐海姚 王府里终于可以过平静日子 结果又来了两位新妾氏 这让众侍妾们心有不快 其中一位妾氏南如真主动向清莲示好 并且不动声色地把清莲夸了一遍 邀请清莲到她的流云小众 被清莲婉拒 实际上南如真是修公子的夫人 安排到贺连信身边来离间挑事 清莲虽感受到南如真的温柔与诚意 却深知她并非善累 绝非简单之人 紧接着王府就发生了失误 王府上下都在着急地救我 清莲不顾危险 把贺连信时的披风及时拿了出来 这一切都被南如真看在眼里 想必她心里定是有盘算 善良的清莲 把贺连信破烂的披风亲手缝制好 又吩咐下人放了回去 另一边听说着火的贺连信十万火急的感觉 只为看看自己儿时的披风是否有所损坏 与此同时也误以为披风是南如真缝制好的 贺连信对南如真增加了不少好感 当晚就留下了南如真 一旁的清莲从下人口中得知这放火之人 就是新来的侍妾南如真 清莲找到贺连信住处想要揭穿这件事 却被南如真的吓人左右阻拦 屋里的贺连信与南如真应该厌恶 到门外等候的清莲不免有去失落 隔天早上狄夫人就赏赐了南如真 贺连信却嫌弃狄夫人的赏赐不够周到 这样的偏爱让事情们敢怒不敢言 而此时贺连信看到地上的手探 才发现清莲来找过他 心里不免有些开心随即就要见清莲 赌气的清莲闭门不出 一旁的南如真还添油加醋 贺连信表示清莲不开门他就不走 很快丫鬟从屋里传来清莲晕倒 贺连信立生责怪下人没照顾好清莲 显然他已经深深地爱上清莲 当吕北义诊断出清莲已有身孕 这让贺连信心情大好 府里的下人都打赏了一点 醒来后的清莲并不开心 怀孕意味着他与贺连信的关系才也简不断 他痛恨王府里勾心斗角的生活 向吕北义扑诉自己要离开 刚好又被走来的贺连信听到 他生气之下放出狠话不准清莲离开 殊不知清莲有孕的消息早已传到王爷那里 王爷还给清莲赏赐了好多东西 当然以清莲的聪明才智 也猜到是贺连信传出去的 其目的不言而喻 就是让他没法离开 贺连在贺连信的甜言命语下 答应留在王府等待孩子出事 这让贺连信高兴得合不拢嘴 连忙给洛清莲送吃的用得完了 但别有用心之人却在等待时机 洛清莲在花园闲逛遇到大狗袭击 千军一发之际 吕北义及时出现一脚踢翻了大狗 贺连信连忙安抚洛清莲的情绪 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袭击 紧接着放狗之人被抓获 在贺连信的威严下 他招供了幕后指使者是莫夫人 莫夫人变白无果后 被贺连信废出侧夫人身份 打入永寒阁 贺连信以为此事真相大白 然而吕北义却指证柔夫人是同谋 因为他身上的药粉香与清莲身上一致 贺连信追问柔夫人是否与此事有关 柔夫人沉默不语 关键时刻洛清莲替他解位 并且解释衣服是容夫人送的 看到容夫人也随身附和 贺连信和吕北义自然无话可说 事后柔夫人愧疚不语 向洛清莲败谢 同时吕北义看出他中了毒 所以才被人要挟 吕北义主动要给他解位 至此柔夫人真心归顺 洛清莲收获一元左膀右臂 随后四个人坐下来谈心 洛清莲表示心里只有 腹中宝宝一个亲缘 这样躲在门外偷听的贺连信气愤不已 他为洛清莲付出很多 结果洛清莲根本没把他当成家人 今往后我便不来打扰 另一边男如真笼落吕北义不成 转头把心思放在了洛清莲妹妹身上 原来清莲妹妹入府后一直吃喝玩乐 还穿遍了洛清莲的所有衣服 贺连信回府后 看衣服以为吹笛子的人是清莲 没想到会是清莲妹妹小水兰 他把小水兰送到莲威具之后 遇到了酒味谋面的洛清莲 贺连信紧张不已掏出准备已久的戒指 这一刻洛清莲动心了 就连丫鬟们也劝清莲与贺连信和好如初 最终洛清莲决定与贺连信和解 两个人甜甜蜜蜜恩爱有加 恢复到往昔的情分 连小水兰喝着甜汤说不甜 不仅没有感恩戴德 反而动手打骂清莲的丫鬟 气得洛清莲给了他一个耳光 小水兰推开清莲跑了出去 遇到了等待已久的南如真 南如真把小水兰藏起来 让洛清莲放出所有下人去寻找 紧接着南如真假装卧病在床里贺连信过来 目的就是让贺连信引起误会 我不期待 洛清莲因为寻找小水兰导致气喘吁吁 与北一连忙给他诊治 这一幕刚好被贺连信撞减 打翻了醋坛子的贺连信不搭理洛清莲 哪怕清莲肚子痛也视若无睹 贺连信头也不转就往府里走 南如真暗算导致摔倒在地 贺连信摔东西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南如真趁机把贺连信贯罪 而洛清莲腹痛不已 下人急忙去找贺连信解决问题 被南如真的丫鬟拒之门外 关键时刻柔夫人拍上用场 他急忙去请吕北一出手救人 由于情况急事 吕北一也束手无策 最后洛清莲失去了孩子 他与贺连信之间也恩断一举 洛清莲的遭遇让吕北一痛心急事 他开始有了别的心思 与此同时王爷得知王孙妖者 责怪贺连信照顾不周 并且发现其中有很大的蹊跷 他立刻亲自审问这件事 下人纷纷指责是真夫人的丫鬟简余所为 实际上整件事都是老四在背后谋划 真夫人就是他安插在贺连信身边的眼线 如今洛清莲难产丧子成为事实 自然要有人为这件事买单 所以真夫人提前用钱安抚好简余 让他一个人把这个锅给备了 在王爷与贺连信的审问下 简余主动认罪自尽 临终前他留下纸条无限世 让贺连信与世子反目成仇 最后世子救公为了大外甥的前途 以生命为代价揽下了这一切 另一边洛清莲在别院的日子不好过 因为沐海瑶为了报复洛清莲 拿钱收买下人使劲折磨他 好在洛清莲已经看透了人情冷暖 所以他不在乎这些磨难 并且一大早亲自上房天砖天瓦 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就在洛清莲吃着难以下咽的饭菜时 贺连信已经来到了别院门口 因为愧对洛清莲 所以他犹豫不决迟迟没有进去 随从见贺连信磨磨叽叽 便发出声响引起洛清莲的注意 洛清莲以为是好事之人就没有在意 随后丫鬟向沐海瑶禀报 洛清莲已经吃下了残羹剩饭 这让沐海瑶对洛清莲刮目相待 想不到他会变化那么大 隔天早上洛清莲果断出手 他丢出银两要当两个下人的主人 看着聚收的银子 洛清莲果断拔出了刀 恩威病师成功让两个下人把手施斩 随即他在沐海瑶门前展露锋芒 这一刻洛清莲已经决定重整期 迟早有一天要让南如真付出代价 一转眼时间过去了两年 洛清莲在别院虽然条件坚固 倒也生活得融洽哀秘 同时他也在时刻注意王府的局势 一直在找机会等待回归 得知王爷将要受炼 并且还没有带上受罚的柿子 洛清莲就让吕北义代为传话 这两年表面是吕北义在帮赫联系 实际上却是洛清莲在暗中指挥吕北义 洛清莲的博弈从来没有停过 果然王爷听到柿子以百姓秋收为理由 阻止他狩猎之后 心情格外的好 柿子总算开窍了 随即他下令取消沿途并 让农耕正常进行 还同意了让柿子参加狩猎 显然洛清莲非常了解王爷 三言两语就让王爷转变了主意 吕北义由衷赴他的谋略 但他也在考量 贺连性在洛清莲心里还有多少分量 吕北义与朗四合作 目的就是希望事成之后 能够与洛清莲在一起 人只是摸了下父亲的手枪 就气得父亲要杀了他 这把枪要是给了你 你能打到什么 打小鸟 打绿豆 盛怒之下 竟要九弟和他鄙视枪法 九弟一枪就把茶杯击碎 王爷催他快点动手 九弟拼命地给他塞枪 没想到老二感觉受到羞辱 竟做出丧心病狂的行为 九弟虽被射中 叮嘱王爷不要怪罪老二 可躲在帐篷的老二 却担心柿子之位不保 这时吕北义传来好消息 老九正在治疗 王爷对外宣布是重病 看来还是打算护住老二 谁知老四怎会放过这次机会 他决定再加把缓 于是九弟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老二听到九弟的死讯 吓得魂都没了 还好新公子足够冷静 约他准备下去找王爷请罪 殊不知老四买通好误位 举报老二谋反 王爷这次彻底寒心 沮丧的他跑出去散心 竟在路边偶遇清廉 他夸赞清廉把日子过得红火 看到小鸟后忍不住悲伤 小鸟太过贪心 最后只能丢掉性命 临走前 他本想托人给清廉送棉被 却突然改口 他应该马上可以回来 清廉马上反应过来大势不好 果真吕北一趁老二外出时 悄悄把匕首放进衣服里 随后在帐篷外等着和姓公子碰面 没想到清廉突然出现 通知他千万别去 姓公子刚想拉回老二 却发现他被王爷捉住 又在身上搜出匕首 王爷彻底对老二失望 姓公子面对做梦都想见到的清廉 追问他为何愿意帮助 试图想证实清廉对自己的爱 清廉却嘴硬对他只有恨 惹得他再次心碎 荣夫人替好姐妹解释 清廉心里一定转着他 只是嘴上不肯承认 随后又拿出清廉曾用过的手帕 他摸着上面的信字 没想到很快就迎来了机会 和熊大熊二处成清廉的清廉 亲自给他们缝制冬衣 把他们感动得严寒热泪 这时清廉准备喝下 他们送来的萝卜汤 却引来了熊二的阻拦 不料被熊大紧张地拖走 搞得清廉一头雾水 转身他们竟躲在房间上香 这时清廉冲了进来 原来感觉不对的他没有喝汤 良心愧疚的熊大刚想说出真相 竟冲出来刺客要杀人灭口 眼见熊大熊二接连被杀 幸亏吕伟毅及时赶到护住了清廉 熊二交代是男儒真要他们杀人 清廉兴奋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次日信公子就收到别院进贼 护卫全部被杀死的消息 急得他赶紧跑去查看 他做梦也想不到清廉疯了 看着他疯癫的模样 公子疼得心如刀割 随后他又发现清廉像宝一样 戴着他们的定情戒指 愧疚到想打自己耳光 另一边姚夫人为了见到公子 开心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却连个鸟毛都没见到 信公子又是忙着抓药 又是几大马车的物品拉过去 极度的夫人们脸色发青 却高兴坏了老四 完全没了竞争对手 他们却全然不知道 消灭对手的第一步 就是让敌人放松警惕 而清廉未把戏眼的针 竟爬到房上当鸟 他撒娇让信公子陪自己当鸟 信公子嘴上说着自己是将军 却爬上梯子陪他闹 眼中全是藏不住的宠溺 不料英勇的公子反而恐高 清廉却在房上蹦跳 这时脚底一划要掉下去 他赶紧把清廉揽入怀中 充当人肉垫子 清廉瞬间生出满满的愧疚 公子看着装睡的清廉 盼望他清醒过来 又怕他清醒后不开心 如果有天信公子发现自己被骗了 是否会对清廉发怒了 这时清廉找姚夫人谈合作 在姚哥哥的帮助下 清廉混入军营 被官兵荡成刺客捉住 正在思念王妻的王爷 被外面的声音吸引 竟看到清廉抱个假孩子 激起王爷的护子之心 手下吐槽清廉一个疯子 竟能跑这么远 还能闯进大营 信公子看透背后有人安排 他先是哄清廉睡下后 立马找到姚夫人 他窃喜帮助到公子 以为能够领功 没想到信公子 却斥责他蛇蟹心肠 警告他别再利用清廉 殊不知他们全是清廉的棋子 果真放松警惕的老四 鼓动大臣劝王爷立世子 谁知王爷不肯谈这问题 翻到询问起一个案件 有个男子杀了人 老四瞬间读懂王爷 把二哥比喻成儿子 直接提出斩首儿子供奉母亲 没听到满意答案的王爷 喊老三来回答 怎料老三的回答 震惊到所有人的下 无论怎样都好过于悬而不断 随后又要带王爷去一个地方 贝的世子在府中 摆满81个大缸 空气全是浓烈的酒味 王爷对儿子彻底失望 而媳妇的出现却改变了局势 他解释老二不是贪酒 是专门给父亲酿的 老五酸溜溜的揭穿 说没准是刚搬来的 谁知女人拿出大招 把几箱经文摆在王爷面前 声泪俱下诉说 老二未得王爷祈福 累到一并不起 王爷瞬间想到老二小时候 父子相处的画面 瞬间由怨气转化成怜惜 老五见大事不妙 劝王爷改变主意影响威严 不要父亲公然偏袒老 随后宣布恢复老二世子之位 追封信公子做郡王 众人这才明白 清莲故意装疯来拖住信公子 让老四有机会拉拢大臣 最后枪打出头鸟 另一边 霍锋的信公子 却躲起来喝闷酒 他担心清莲康复后不理自己 竟发自内心的羡慕吕北义 殊不知清莲也满脸愁容 他不知如何面对信公子的真情 总觉得接受了这份感情 就是对前男友的背叛 这时小吕来帮他铲除顾虑 他掏出梳子 告知当年在吕家村时 他躲着没出来 后来他们私奔时 又故意留下线索 才让信公子轻松抓到 良心难安的吕北义说出真相 放手让清莲追寻幸福 吓人匆匆来报 清莲神志恢复 信公子开心的鞋都跑丢了 他激动地把清莲揽入怀中 诉说着自己的思念 清莲终于被他打动 觉得交出自己的真心 自此牛骨路连正式登场 这时姚夫人难过冷宫 又剩他一人了 谁知清莲放下身段 主动来向他辞行 并交给他一份神秘大礼 向来骄傲的姚夫人 这次竟主动低头羡慕 他能得到公子的爱 可等清莲上教后 他发现锦囊中装的却是鱼石 原来清莲想要告诉他 只要能像鱼一样折服 一定会出冷宫 普熬多年的清莲 终于等到了风光回府时刻 然而府中一切平静 柔夫人却担忧顺利的不正常 果真信公子刚到门口 亲妈就传来旨意 安如真一脸计谋得逞的窃喜 果真德妃看见清莲第一眼 就恨不得打死他 只因他跟先王妃长得一样 信公子冲进来护住清莲 这让婆婆更加生气 信公子保证马上接他回府 清莲不吵不闹 表示待在外面也无妨 谁知店灯泡出现 通知王爷有请 王爷看到清莲状态 开心他能够回来 又心疼他瘦了 特意要给他拿些补品 随后即便身体不适 却依旧要和清莲喝一杯 王爷一开心 特许清莲随意出入王府 远处的婆婆羡慕地直流口水 毕竟自己都五年没见过王爷了 清莲却拥有了老公和儿子的爱 这是清莲却看见婆婆的背影 他劝王爷留衣服上的妃子 他们真的是太孤单 奇料就是这个举动 反而成就了自己 转身王爷就来看望德飞 德飞激动的都站不上 不料晚上德飞就派人 宣布他跟姓公子回府 并身为侧夫人 摆脱避气的身份 可清莲回府前 偷偷去见了一个人 他猜到当时世子被抓时 刀是吕北义放的 果真他承认是自己做的 抽出刀地给清莲 只求一死 一个个 我想要替你反驳我 被一叮嘱他回去小心 府中有老四的奸细 次日 夫人带全部女眷门口等候 公子更是亲自护送 但清莲一回到家 就对公子闭门不见 殊不知是清莲有孕 他有了上次流产的教训 这次决定低调行事 然而男如真却想到了对付他办法 运三个月的女人 每天都缠住肚子出门 为了瞒住姓公子 竟拒绝和他同房 却把丫鬟急坏 怎料耐不住寂寞的男人突然杀来 清莲躺在床上装病 姓公子紧张地摸着他的额头 担心把小媳妇热坏的他 一把掀开清莲的被子 眼见肚子就要被发现 其实觉得好冷 公子见状时去离开 反而把众人吓傻 清莲担心被发现 谁知公子出门就开始傻笑 果真他看见被窝里的布 这个傻丫头 他是给我做衣服 姓公子感觉美出花来 然而次日又传出更大的喜讯 王爷兴奋自己梦到活灵活现的麒麟 青天间解释是大吉之相 寓意有继承王位的王孙出现 但问遍所有的儿子 却无疑加有欲 急得王爷派公公下去查看 怎料清莲得知这天大的荣光后 更加要隐瞒到底 不给南如真陷害自己的机会 原来他早就发现南如真是奸细 只不过是想让他等得发慌 随后露出马脚 另一边 吉月没见到公子的南如真 却在悄悄的密谋 之前的事处理干净了吗 姑娘放心 这是跑遍所有府邸的公公 却没有一人怀孕 公公正愁没办法交差 南如真却在这时突然干呕 医馆准败确认南如真怀孕 王爷开心苍天保佑 清莲却怀疑其中有诈 毕竟南如真多日没事情 我真按照事情记录 有孕时间是对得上的 不料柔夫人突然喊他 同此我认真看过了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 与此同时 极度坏了老四 吐槽又是麒麟之子 妹妹婚事的美差也到了姓公子手里 妻子一眼看透玄机 眼前都是华而不时未必是好事 果真郡主躲在房中 对着小吕的画像相思 丫鬟来抱他被赐婚给齐家 心如死灰的郡主 鼓起勇气再见吕北义一面 一进来又是整理院 又要撸起袖子刷吕北义 却恭喜郡主成婚 不肯往前踏出一步 不料郡主走后 吕北义发现重要物品丢失 他连夜跑来向四公子求助 老四却不安好心 四哥来讨定情信物 郡主守着盒子不放 四哥却从中挑拨吕北义嫌他脏 随后丢下一包毒药 这句话却成为了 压到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其料吕北义竟在画中发现端倪 此时护送妹妹成亲的信公子 念叨事情太过顺利 小吕就从天而降 当街抢亲 大喊公主服下剧毒 谁知王爷得知女儿快不行了 不仅自己不去见 就连郡主的生母也许去 又怪信公子办事不理 此时医馆宣布公主无药可救 吕北义提出已毒攻毒 下的医馆拼命阻拦 按他说的做一切后果 我承担 等料昏迷中的郡主 依旧喊着吕北义的名字 心疼妹妹的信公子 质问老四为了扳倒自己 竟唆使妹妹喝耗子药 怎知帝王家为了权利 哪有情情可言 信公子撂下狠话他会遭报应 没想到麻烦率先找到他 王爷不念吕北义救活郡主 反怪他当街抢亲 玷污了郡主的生育 竟要赐他毒酒 眼看他幸运不保 郡主哀求父亲饶他一命 无论吕北义是生是死 这辈子都只认他一人 气得父亲彻底失控 下决心刺酒 青莲请出御敌 希望王爷遵守诺言 饶吕北义一命 青莲动情描绘郡主是小棉袄 劝王爷不要做出后悔一辈子的决定 真的不理解郡主 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要 只想当老百姓 不懂百姓有啥值得羡慕 令人意外的是 吕北义却不接受郡主 毕竟当年他丢下青莲后 就连童心也一起丢了 青莲却劝他相信缘分 也许郡主就是老天安排的缘分 郡主深情地望着吕北义 哪怕连粥都喝不上 只要能在他身边陪着就够了 随后郡主交给青莲的包裹 暗中的老四却吓出一身恶汗 郡主以为里面只是定情信物 可他们打死都想不到 这里面藏着天大的秘密 望着郡主离开的马车 姓公子开心终于没了情敌 殊不知他们感情要面临更大的考验 与此同时 老四媳妇筹谋如何取回包裹 毕竟东西一日在青莲手中 他们性命就攥在别人手中 此时青莲端向着盒子 正准备打开暗阁 恰巧丫鬟过来送药 又让人端了下去 这时下人来报 四夫人来到府上 他直接冲进南如真的寝室 却被丫鬟拦在门外 混账 如今见一个碧气 要同胞 气得南如真咬牙切齿 竟要他在院中站了半小时 只是得意的南如真还不知 自己离领盒饭不远了 原来青莲通过被修改的事情册子 以及书生满街寻找和自己一夜情 浑身散着幽蓝香气的女人 断定南如真借负生子 担心事情败落的南如真 竟决定解决掉书生 不不知他全部的举动 被人盯得一清二楚 手下来抱徐良川出门了 青莲立马反应过来不对 果真得了相似病的书生 大半夜的还在街上找红颜 徐良川突然从背后窜出来 死死地勒住书生 还好吓人感到 打得徐良川落荒而逃 谁知他竟躲在角落里查看 南如真得知书生被带走 急匆匆赶来要人 这时青莲拿着香气和书生相认 书生忽然脸色一臂 竟要杀死青莲 南如真得知青莲受伤 要把罪名扣在他身上 不料非但没有伤口 反而发现青莲怀孕 原来是长命所 护住了青莲 丫鬟担心小姐日后危机四伏 次日妹妹主动认错 来给姐姐道喜 青莲开心有妹妹作伴 却把上次的教训忘在脑后 果真下人难过自己养的狗 被人堵死了 妹妹却盯着他数落 青莲不制止妹妹 却让下人在外面跪一夜 妹妹却一脸得意在房间吃水果 下人伤心真心被辜负 殊不知被门外的眼睛盯上 另一边 南如真正头疼如何偷到包裹 就收到主扑不合的消息 她却怀疑有诈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很快就打消了她的疑虑 南如真抛出橄榄枝 其料她并只认青莲一个主 这时南如真抓住她的软肋 让你忠心办事 我必替你谋得一关办事 李堂转身把东西奉上 南如真却依旧疑心 利落地要把她赶走 这时南如真脚底一滑 却被李堂一把接住 南如真信了李堂的忠心 怀疑错怪了她 这时发现受到背叛的青莲 竟要打断李堂的腿 南如真大摇旗鼓地来要人 把酒壶换成要扎展示给青莲看 暗讽青莲如此生气 该不会是丢了定情信物 以为青莲心虚的她 得意地把李堂带走 不料急的青莲早产 王爷竟亲自制作证 忽然外面传来电闪雷鸣 铲颇缓缓走来 吓得姓公子不敢呼吸 直到听见母子平安后 激动地站在原地不会走路 而王爷抱着孙子不撒手 又是刺名 又要亲自培养 殊不知这份疼爱未必是福 这时姓公子接过孩子 激动地走路都不敢发出声音 而青莲看着眼前的小生命 感觉受到的苦都值得了 公子抱着自己的儿子 一刻都舍不得放下 另一边 南如真对着酒壶研究多日 却一无所获 气得他摔掉盒子 没想到竟有意外收获 他竟发现一处暗阁 里面有张图纸 怎料他竟看不懂玄机 这天 公子正在缠着青莲 下人来抱南如真生产 青莲得知机会终于来了 他直接冲进产房 随后满手是写得出来 转身听见婴儿哭声 随后晕倒在公子怀中 公子心疼夫人泪道 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完全忘记南如真存在 青莲看着公子的付出 动了对他说出真相的念头 我到死都忘不了 青莲连忙起身跪在地上 解释自己从来没有 做过越轨的事情 丫鬟也在一旁 不停地为青莲开脱 贺连性要吃人的目光 突然柔和下来 他相信青莲 绝不会干出这样的糊涂事 但妻子身上 与平日不同的相味 让贺连性很疑惑 于是吩咐苏南春 通知各院立刻集合 此时的南如真 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审判 有所感应 连发簪都不受控制地掉落下来 很快公子底的女人们 聚集在荆秋院 最后一个到来的南如真 只觉得乌云盖底 三夫人也不废话 直接说出公子底 有人为贺连性戴了绿帽子 接着就把目光 看向了南如真 如真慌张的模样 让贺连性更加确定了心中所想 在容夫人的建议下 决定滴血认清 现在的南如真 无论说什么 都只会让自己的嫌疑更大 只好拆婢女 岂没先去取完水来 许久不说话的 柔夫人此时开口了 慢着 我怕这水谁都能去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柔夫人恐怕 已经被南如真 生死几百次了 事到如今 南如真不得不使出 最后一招保命的手段 很快起霉爆来了孩子 贺连性迫不及待地 挤出了一滴血 轮到南如真时 她又开始各种百般拖延 清廉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于是主动从南如真 怀里接过了孩子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刚才还嗷嗷哭喊的孩子 突然没了动静 在所有人都沉浸在悲痛中时 南如真还在不停地 为自己开脱 接着又把孩子的死归结到了 刚刚摸了孩子一把的清廉身上 这招霍水东引成功 让她暂时脱离了 贺连性的信任危机 滴血验轻这个项目 被迫宣告终止 但此时 李唐同学突然冒了出来 南如真放下的一颗心 再次悬了起来 谁都没注意 贺连性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李唐接着又说起 南如真与男人私会的经过 当晚他派人将赵清泽 掳到了另一个住处 接着点燃了泥香 可怜赵清泽从头到尾都没看到 跟谁在做运动 事后南如真为了防止消息走漏 吩咐随从痛下杀手 哪料赵清泽是个装死的高手 他强撑着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将一切都告诉了相依为命的妹妹 事情到现在已然真相大白 南如真哭诉着请求 能给自己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清廉这时抛出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口口声声说 是为了公子 才犯下这实恶不实恶的大罪 换言之 就是让公子替你担下这些罪悉 比梅为了活命选择 供出南如真犯下的恶行 贺连信听后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下令将南如真占毙 清廉却突然站出来 请求放南如真一命 哪怕看在这么多年的陪伴之情上 也应该留有一地 贺连信一听这话觉得有道理 于是改变主意 将南如真贬为数人赶了出去 从高包在上的侧夫人 突然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老百姓 南如真在公子底门口 站了两久都不舍得离开 很快消息传到了贺连修的府上 四夫人对于南如真 没有完成任务很生气 亲自带人送她上了路 而折服了许久的礼堂 次日回到了连威居 还给清廉带回了一份大礼 正是四夫人苦苦寻找的酒壶 或者说是酒壶底下的地图 清廉一看顿时有些懵逼 虽然不知道这是哪里的地图 但通过南如真可以判断出 这张图对四公子很重要 清廉决定先把此事放一放 殊不知四夫人已经将目光对准她 此人是你我最大的祸患 立刻杀了 没得脱鱼带水 清廉刚送走出门半差的丈夫 就被黑衣人迷晕掳走 恶人更是见色起义 想要对清廉行不轨之事 幸亏清廉以死相逼才保全清白 恶人并没有放弃轻薄清廉的想法 扬言要等她困睡之际再做行事 隔天就在两名恶人商量着要将清廉变卖 可怜性突然破门而入 看到萎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清廉心疼万分 更是火冒三丈当即要了两人的性命 贺连信将清廉带回家中悉行照料 经过盘查后得知是世子派人所为 并且已查清世子有谋逆篡位之举 贺连信与七弟同事向王爷举证 最终王爷终于狠下心来废除了世子之位 即是为来报于公共来辞 于公共正式来传王爷口语 特命他们夫妻二人前往王府接招公子回顶 清廉听此心中喜悦 于是便吩咐公共通知老八明日过来见他 然而他们却有所不知 这些都是四夫人所安排的 因为此时的四夫人已经看出四公子席局无望 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老八身上 可老四听此却感到很是失落 在外人看来是想关王孙则王主 贺连信自然也明白父亲的意思 所以他要在祭祖前保证儿子的安全 于是让清廉带着儿子去王府赞助 次日间话里话外地称他生了个好儿子 枉费老八披心带月地在沙场征战 到头来去输给一个孩子 清明的清廉听此连忙向婆婆说道 若王爷真的是想要传位 华公子文武雙全 战功赫赫 必定是王爷心中的首选 婆婆听此这才平和许多 可怜信接到密信 原来是沐海瑶之兄长 信上说只要公子接瑶夫人回府 无必尽全力助公子席绝 祭祖大典 追着急匆匆地跑去王府 来到王府听到于公公说小公子正在王爷房中 清廉心里的石头这才落地 他来到房中看到儿子正在为王爷喝药 感到很是欣慰 此时王爷看到了清廉 于是便叫他来到自己身边 并支走招二 身老体衰的王爷深知自己的时日不多 他询问清廉可有什么部署 清廉却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部署 王爷看得出清廉是发自内心 他表示自己子孙众多 但是能希望他安康百年的又有几个 王爷更是提醒清廉 如果能替曲梁找到一位民主 又何况不是尽孝 清廉听此下定决心 他一定要民安务赋 不能让王爷失望 随后王爷派专人 将小公子保护了起来 可就算如此 依然没能逃过心机之人的刺杀 先是一个公公将陪同小公子的丫鬟骗走 然后紧接着一个身受重伤的婢女 突然闯进房间声称有刺客 原来幕后主使正是四公子府的四夫人 此时受伤的婢女拿出匕首 直接一刀致命 然而小公子的父亲赫连信 正在进行祭祖大典 此时清廉急匆匆来到儿子所待的佛堂 一进门径看到空空如也 并发现拜殿下面流出的血迹 顿时犹如晴天霹雳绝望至极 可不料下一秒 小公子昭而竟从后门跑出 小公子 原来这是王爷的一个计谋 因为王爷早料到有人要加害小公子 于是便命终臣顾四年提前找人替换了小公子 此时证据确凿一举将四夫人抓获 可谁能想到 即使千方百计严加防范 但仍然有人能成功将小公子劫走 这边 四夫人面对王爷的审讯供认不为 可就当王爷准备下令定罪时 却再次被清廉打断 王爷心口一开 万难回旋 还望王爷三思 老四这次害的是你的儿子 英莲表示为他们求情就是为了昭尔 因为昭尔从小就受王爷教会深信仁慈 他坚信以德夫人才是正道 若是让昭尔知道他最敬重的爷爷竟然亲手是子 他该如何自处 反正总之就是为四公子夫妇求情饶他们一命 可是人家心高气傲的四夫人根本就不领他这份情 王爷若是英明自然有意相当 可若是王爷无辩是非 为何不能对他无礼 不料就是四夫人的这份勇敢还真救救了自己一命 他更是勇敢地拦下所有罪责 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与公子无关 希望王爷能放过公子 王爷走下公堂看着无用的儿子内心充满了无可奈何 王爷下令先将四夫人压下去日后再饮 就在这时与公公急匆匆来报 昭公子失踪了 王爷与清廉顿时震惊 王爷当场被惊得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原地去世 此时赫连信也收到了消息 立即马不停蹄赶回王府 王爷亲口将安王之位传于贺连信 然而同样知道小公子昭二已死的贺连信 此时才明白王爷传位给他并不是因为昭二 顿时心感愧疚 王爷要求贺连信对天发誓 接下来对他所说一定不能泄露给第二个人 贺连信言听计从当即发誓 王爷为了万无一失更是要他拿落清廉来发誓 紧接着王爷拿出一块破碎的玉佩 声称这是他对君上的承诺 当年他之所以能来到取粮就是受君上之托 因为当年大幕的丞相一手遮天 君上忍辱负重 所以君上才会让他远离都城前往取粮 待他富可敌国兵强马撞之日 一举杀回都城铲除奸命 可惜时至今日王爷临死都没能做到富可敌国 更是没有打败丞相的能力 王爷甚是遗憾 因此他只能将此重任寄托在儿子贺连信身上 贺连信含泪接受 接下来于公共传所有公子面见王爷 王爷当着重公子的面再次宣布 待他走后由三子贺连信席安王爵位 如今大事已定 重公子只能服从 接着王爷抬头看向画中的先王妃 表示终于可以与先王妃团聚了 然而此时他最遗憾的就是 小公子昭尔因他而死 无力回天的王爷嘴里不停地念着昭尔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禀报王爷 于公公连忙出去查看 得知消息后回来向王爷说了句悄悄话 不料王爷听后瞬间瞪大双眼 犹如回光返照般大笑着站起身来 这样王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带医官把麦后确定王爷已然轰视 随后贺连信回到自己府邸 一众妻妾聚集于庭院内公营新王爷回复 贺连信之所以急于回来 就是担心清莲怕他承受不住再次丧子 就在他强忍悲痛准备安慰清莲之时 一生儿子拜见父亲瞬间惊呆了他 那吕北义并没有杀害昭尔 并且保护了他 随后清莲告诉贺连信 之所以没早点告诉他昭尔没死 就是为了让他知道 王爷不是因为昭尔才会传位于他 而贺连信则感觉这对于父亲来说 是不是太残忍了 父亲带着招儿惨死的遗憾含恨而终 清莲告诉他并非如此 接下来贺连信告诉清莲 他之所以能成功席绝王位 还有一个人起到了不少作用 那就是穆海瑶的哥哥 因为他料定老四会召老八回去量 于是便飞鸽传书给了穆海瑶的哥哥 阻拦了老八的大军 可是他提出相助的条件就是 释出妹妹穆海瑶 因此穆海瑶不但恢复了夫人身份 更是霸气地回到了公子底 并且一回来就收到贺连信无比丰厚的赏赐 接下来即将再次展开一场激烈的后宫争斗 身为嫡夫人的方怀蕊 隐忍忍数十年好不容易盼到王爷送来的王妃吉福 可没想到刚接到手里就烧成了灰烬 紧接着着火的吉福更是烧出了莲花的形状 方怀蕊直接扭头看向独爱莲花的洛青莲 洛青莲顿时一脸懵逼 瞬间明白这又是哪个破天荒的想要陷害自己 柔夫人很是疑惑怎么会有火烧不掉的不料 可他们却忘乱没有想到 始作勇者原来是四夫人之末 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贺连信之所以能席绝成功 就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那就是洛青莲 青莲为了不惹或上身特意把卷云母粉末埋于树下 可不料竟被方怀蕊的丫鬟亏倒 他更是将此物拿给了方怀蕊 可方怀蕊虽然有了指人青莲的证据 但是却没有向贺连信告状的勇气 卫是下人来报此戈尔供底被烧一事 并表明他看到在库房纵火之人是四公子的人 但他并没有通病给贺连信 这边青莲来找贺连信 正想跟他禀明早上吉夫着火一事 却被突然冲进来禀报的太监打断 原来是七公子从边疆赶了回来 处处为贺连信着想的七公子一回来 便开始着手仓库纵火一事 他更是在仓库发现了次有莲花图案的手帕 经青莲确认正是他自己的手帕 贺连信顺感不妙 来到公堂 四公子一党直接指认是洛青莲放火烧了仓库 青莲则当场变解 烧毁购品调起两军之争 对切身有什么好处 可不料就在此时 方怀蕊的丫鬟突然来到公堂 他表明洛青莲要的好处并不是两军之争 然后向王爷禀明夫人吉夫被烧一事 紧接着方怀蕊也来到了公堂 更是拿出他收集的粉末证据指认青莲 难得这王分神对于你如此重要吗 竟然会让你他的分寸 等时四公子一党再出计谋 他表示若想避免此次纷争 那就请王爷将莲夫人送往四哥儿 给四哥儿大喊一个交代 最终贺连信无奈只能痛下狠心 将莲夫人幽禁于城里院 查识之后再做处置 可不料就在青莲默默寒心之际 突然收到贺连信的来信 上面写着信已救你 青莲顿时感到如是重负 然而青莲便给贺连信回来 谢你助你 同时青莲还给贺连信带来了一句话 他说 为了许良的安宁 安宁也前往四哥儿 贺连信为保住青莲不被送往敌国 不顾一切与辞格尔开战 可不料当大战一夜的将军收到军粮 竟发现全是骨亢 天一亮贺连信便收到战报 许良大军已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可他深知求和就要交出青莲 贺连信当然不舍 于是在招待辞格尔史官的宴席之上 贺连信更是上演了一出雄我君威的好戏 他先是向词格尔史官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每一个兄弟 说出每一个兄弟的长处 接着又介绍了他的每一位夫人 当介绍到穆海瑶时 更是说出穆海瑶的兄长 正是与你们词格尔交战的大将军穆天柱 史官听此自然对他充满敬佩 这也使穆海瑶感到无比的荣幸 随着使者的赞赏 贺连信接着请出了他的另一位侧夫人洛青莲 并当着使者的面宣布连夫人以洗脱嫌疑 所以才将其放出 贺连信当然知道这样做会得罪对方 所以早就想好对策的 他更是直接请出一组精兵 直接展示一组强势的舞蹈 他的舞蹈结束 史官更是连连拍手夸赞气势辉红豪气冲天 贺连信等的就是此刻 见时机一道当即起身宣布 接下来本王将亲自出征 与战士们同吃同住浴血杀敌 有眼色的臣子爷起身助阵 我去梁绝不受人所致 我们大伙众志成城血战到底 又有何妨 此话一处瞬间震慑住茨戈尔史官 于是史官不得不改变主意 表示此次前来并不是问罪而是求和 可没想到隔天便得到消息 茨戈尔索要和亲对象正是王爷的敌亲君主 这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 容夫人当即拉起清莲向他求助 清莲当然不是无情之人 立刻答应这就去求王爷 结果可想而知 贺连信为了大幕为了屈良的安宁 还是拒绝了清莲的请求 清莲也只好无奈撤 可就在清莲愁眉不展不知回去 该如何向容夫人交代之际 公共苏南春给清莲出了个主意 随后清莲便找来一个长相丑陋的女子 假扮郡主 故意让其展现给史官看 可没成想人家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她更是向清莲说出大道理 求亲不是为了沉迷女色 而是为了不在兵戈相向 这样才是明星所向 结果听了这些话让清莲眼前一亮 更是让清莲猜出她就是慈戈尔汉王 面对如此有格局有思想之人 清莲也改变了想法 回来后便劝容姐姐 若是她能对郡主好也未尝不是一个凉素 晚上容夫人让女儿换上丫鬟的衣服 准备让她逃走 可是却被小公子招而听到 隔天一早郡主便被成功送上马车逃离了王府 眼看陪家物品已准备完毕 却迟迟不见郡主到来 林薇逃走的事情很快传到清莲的耳朵里 她顿时在心里大呼唤独泽 如今刺德尔的迎亲队伍只等接上新娘子 危急关头她也顾不得许多了 直接吩咐亲生儿子去把林薇追回来 老四也在同一时间发出阻止林薇回朝的指令 因为只要曲梁继续跟刺格尔发生冲突 皇上肯定会下指削去贺连心的王位 但他千算万算还是少算了一个人 招而听从母亲的命令顺利从包围圈带走林薇 但没想到不远处还有人在埋伏 他正要驾车逃走时车轮也被木棍锁住 危急时刻一个黑衣人帅气出场 一番搏斗之后成功救下兄妹二人 来人正是老五 林薇终于在贺连心和使臣爆发冲突前回到了王府 直到此时清莲才放下悬着的一颗心 这样一来最起码取良百姓几十年内可以安居乐业 看似完美的解决办法 背后却有一个母亲心碎了一地 失去了命根子的荣夫人没多久就病入膏肓 清莲满心愧疚的前来探望她 凌容憔悴的荣夫人很显然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她并不怨恨清莲没有帮忙留住林薇 突然她神色激动地抓住了清莲的手 我取良更加强盛 大墓更加强盛 没有这样 我的灵味才不会被此更惊 话音当落便一头栽倒在清莲的怀里 我清莲更是为此深感自责 可怜性满眼怜惜 将清莲拥入怀中情意浓浓 不料此场景却被狄夫人方怀蕊看在眼里 即便明日就能成为王妃的她却无心欢喜 面露愁云心中悲泣不已 因为她深知这淒淒惨惨的王妃只不过是个虚头而已 哪里比得上那个住在王爷心里的人 不料就在她惆怅万分之际 四夫人却突然到访 隔天封诀大典顺利进行 贺连信正式成为安王 她上位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彻查军粮掺甲一事 此时罪魁祸首四公子手拿毒药 以做好以死谢罪的准备 然而贺连信当然已经掌握证据 就是要在这封诀大典上与诸位一同揭露这个宁关罪人 这边狄夫人也顺理成章当上了王妃 穆海瑶被封为侧妃 可眼看就要封落清莲时却突然被叫停 那方怀蕊与四夫人达成了合作 更是将清莲的父亲陷害入狱 而清莲深知父亲一辈子兢兢业业 定不会做出此等通敌之事 可父亲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清莲听了父亲的叙述后最终猜出了其中奥妙 没想到方怀蕊和阮之妹联合了 最后清莲来找王爷替父亲申冤 然而贺连信当然明白这是一场阴谋 不闻不顾暗自写下特设令拿给清莲 随后老七查出了捣换军粮的机关 原来是在装军粮的箱子上做了手脚 就算不动封条也能将里面的东西捣换 并且老七已经抓到了制作箱子的工匠 宁愿一早就能揭露真相 隔天方怀蕊得到消息 犯人已经招供 而招供出来的却是方怀蕊的弟弟耳格 他一想便知肯定是四夫人所为 然而此时四夫人已经找来 他劝说方怀蕊让耳格认罪 方怀蕊听后直接要将他轰走 四夫人又向方怀蕊讲起 王爷新官上任必会推出新政 首先便是削弱方家势力 就算念在与王妃多年的夫妻之情 这庞大基业恐怕也会元气大伤 同时还告知他在不久之后 王爷会为救秦王发起战争 到时候朝廷起兵进攻去梁方家 也会随之化为乌有 最终方怀蕊大意滅清 逼迫自己的弟弟认下了此罪 并且还特意为贺连信上演了一出戏 当贺连信刚刚来到院落 他便开始恶狠狠地责备弟弟 让弟弟去给王爷认罪 弟弟则奋力求姐姐救救自己 两人一唱一和的情节 被贺连信听得一清二楚 因此对方怀蕊更是刮目相看 不过最终还是将方二格斩立绝 随后贺连信为了能早日完成父亲的遗愿 准备推行新政 清连看到新政很是为妻感到高兴 他为了能助王爷一臂之力 更是委屈求权跪在沐海瑶面前 请求跟他结为同盟 被冷落数年的沐海瑶当然不肯接受 可是却经不住清连有一颗赤诚的心 随后清连便开始一趟接一趟的王沐海瑶宅院跑 不是给他送汤就是送好吃的 果然日子久了沐海瑶还真就动摇了 最终两人终于结成同盟 查完赋税才知道恒征暴敛民不聊生 所以想找涉事官员问话 没想到这些人全部提前自尽了 唯独剩下郑大人怕疼所以选择逃跑 结果不出所料的被抓了回来 但无论如何刑讯逼供他都选择一个字不说 为了保住他的性命 贺连信只好将他关押起来 还将安排饭菜仪式交给了清连处理 这天清连在送饭的途中遇见了颜妹妹 接着眼计浮夸地在他面前晕倒了 清连为了照顾颜妹妹 只好将送饭的差事交给沐海瑶 但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郑大人为了家人的安危选择说出幕后主使 人仅仅给男人送了一顿饭便要被判终身监禁 他顿时被气得口吐鲜血 看到这个结果的清连心痛至极 毕竟沐海瑶是为了帮自己的忙 审判结束后他马不停蹄地找到贺连信 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清连说出了 害政大人的真凶 记身知道是谁 方怀人 谁知贺连信一口便否决了这个可能 因为涉及赴税的官员一个个肥的流油 而他们听令的大掌柜 必然牢牢掌握着所有的不义之财 相比之下方家那点财产简直不值一提 清连见状便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 转身来到了沐海瑶的房间 此时的他心里满满的都是愧疚 可能身体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时候 沐海瑶反而对此事看得十分开 此时贺连信也来看望他 没想到沐海瑶一口拒绝了 一直到次日清晨清连才从沐海瑶的房间出来 再见到贺连信的一煞 那他再也抑制不住地大哭出声 众人这才意识到王府又走了一个痴心人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悲伤 苏南春急匆匆地前来报信 妹妹含孕而死让沐天书疯狂啊 愤怒之下的他直接搬出来 新政细节要全部烧表 于北一收到消息先一步敢去制止 但他自己哪里抵得住一群人的围攻 眼看就要被沐天书从背后刺伤事 远雪奋不顾身地挡在了他的前面 此时王爷赶来看到妹妹惨死 很是为此感到惋惜 更是直接下令将沐天书斩立绝 如今兵力强大的沐天书已死 王爷如同失去了最强战力 四公子一党直接带领重臣 逼迫贺连信让位 你一意孤行推行新政 无视组织和大目律法 可他们却有所不知 这只是赫连信的权益之计 伴随着王爷一声令下 只见老七带领着沐家军前来救家 原来沐海瑶在临死前 给兄长留下了一封疑信 信上说赫连信虽然负他 却未有一日一时一刻恨之 恩爱三年不负此生 若兄长连他护之助之 因此沐天书便找到赫连信自愿请死 赫连信当然不忍 可是沐天书心意已决 最终赫连信没能拗过他的执着 只好忍痛下令以沐天书残杀郡主为由 除一斩立绝 也正是因此才引出四公子一党的阴谋 四公子败的心服口服贵地请王爷降罪 可赫连信当然知道老四幕后最大主使是他的夫人之美 但老四却想独揽罪责 就连清廉都听不下去 挺身而出为那些无辜受害的冤魂便 你这王爷蛮真相 如何对得起那些王府的冤魂 待老四回到家中 从丫鬟口中得知夫人去了王府 心中甚感不妙 四夫人来到王府求见赫连信 并声明这一切都与老四无关 请王爷赐他一死 然而赫连信并没有现身与他见面 而是直接准了他的请奏 但随着方怀蕊的陈述 四夫人喝下了毒酒 就这样了缺了此生 然而老四也随了夫人而去 吕北义也终于除掉了剑籍之名 更是离开了屈梁这个伤心之地 次日方怀蕊果然向王爷辞去了王妃之位 这不就明摆着让贤给洛清廉吗 可是当王爷准备正是封清廉为妃之计 清廉却拒绝了他的美意 清廉向赫连信表明 对于他来说最珍贵的名分便是王爷最爱的女人 然而他这个名分王爷已经许了他一生 所以他别无他求 就在这时公公来报 丞相已经派精兵十万征讨取粮 两人听此大胆吃惊 想不到他们刚稳定局势就迎来了更大的危机 赫连信为了取粮的万千百姓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最终决定与丞相对抗到底 然而当今圣上当然也知道 取粮赫家对自己的忠心 当然结局肯定也不会是残局了 连信联合赫家对军队 共同击退了丞相的十万大军 令其元气大伤 征还大墓一位凝军 还取粮一片安宁